最近何博士在附著愛西斯豆腐 獲中央電視台做了一個全國微電影極重拍的 一個比賽的最佳電影獎 由他們來說 開頭就實至名貴 所以將這個時間交給你們吃 多謝Steve 多謝大會 其實大會給了一個機會 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平底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 這次我覺得主辦機構 包括IPI 也有很多協會 也有很多不同的Crate Hong Kong 做贊助 我覺得這次機會也令到我今天 可以在場這麼多精英 其實你們全部 我知道剛才都說 除了是港澳熱界人士 也都是很多製作公司的罪口 其實小弟可能做事都不及你們一半的 剛才前陣子有機會在央市拿了個媒體的影片大獎 一會兒如果有時間我都想播一些片段給大家看 但是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今天我說是一個說明會 因為在我們今天的論壇後面 我們會有一個大型的比賽 我自己覺得 我的powerpoint 出來了 今天大會跟我合作 大家可以講一講 如何去做一個好的廣告媒電影 其實 為什麼我說大會的安排 這次是非常之好呢 首先就是說 媒電影是講資格的 你沒有資金其實不會拍到一個好的媒電影 第二 媒電影是講了兩點的 如果你拍了一個媒電影 大家都知道的 網上的媒電影閒羅家嫂 青年人拍的也是媒電影 學生作品也是媒電影 很多網公公司可能也幫客戶訂製一些媒電影 那這個懸殊情況 在於從哪裏去看那套媒電影的分別呢 第一就是資金充不充滿 因為我覺得未來都要講 什麼是精法的 第二 你有沒有artist 有沒有明星 其實明星背後接算回來的 也都是一個成本 也都是他要求有錢 你才可以找到他們當手 那這次能夠出席這次這個活動呢 我也都要緣起於 曾經有過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 那時候呢 見過吳宇大哥 那阿馮先生都在那裏 那當時呢 跟他們呢 就在這個活動裏面呢 那除了參與了講座 那我覺得呢 就當時是我第一次 在音樂的範疇裏面呢 那當然呢 也都有很多朋友 很支持 才令到這次呢 是可以透過一些資金的支持 令到可以 突然百花齊放 我覺得這次可以有 十五個年輕的導演 有機會參與 有機會有各國的機會 是很難為可貴的 我自己發問都想不到呢 會有 除了有一個資助之外呢 還會有藝人可以配合 那之後這個說明會也都講過 怎樣配合一些 已經做完之後就OK的 那還可能有個格鬥啦 是不是大家最精彩的 又可能有冠軍阿軍的出現 那這些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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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享受那個過程 最重要是享受那個過程 那 那這次大會呢 的主題叫做有幕片 我相信我都希望 足遠大會有機會呢 繼續有其他的不同的聯絡會出現 音樂編呢 其實是一個開端來的 但是大家要很明白 微電影其實真的不止於音樂的 微電影有好的護士 有好的客戶 和有好的音樂 這三個元素是重要的 有些人會不認同的 他們說微電影不一定有客戶的 微電影其實是可以是自己投資派的 當然你是可以自己投資派 但是你要將微電影變成一個產業 它一定要有錢帶進去的 我認為錢是很重要的 即是有客戶認同你的東西 你才可以將你自己的名字做大 將你家公司做大 所以在我未講 怎樣跟音樂掛勾之前 可能在座之中 有很多人都會問 怎樣掛好微電影 那未講音樂之前 你加一個好的成本 錢有甚麼重要呢 剛才說到 因為上次吳玉大哥 在亞洲流行音樂節 曾經跟我講過的 他說 Vincent 你經常講怎樣製作 怎樣做得好 其實我不想看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都懂得製作的 怎樣賺錢 你也對 不然你賺不到錢 那 對的 首先我就說 其實微電影的cost是很重要 你怎樣去找些錢回來 第二 就是說 我們怎樣用這些錢 用得不容易 那 下一步了 先再講 和音樂有甚麼關係 我想說 和音樂是很大的關係 第一個point 微電影一定是以負視為主的 音樂是為負 這個是必然的了 否則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MV 大家都不是不懂 MV是甚麼 唱片也有MV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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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故事 你跟我說 有大部份的戲 應該說九成九 都要視頻到感情的 這個愛 不是說 是愛情 不單是愛情 可能包括所有感情 一套無情的戲 基本上我想那套都未定是戲 就算你說紀錄片 你拍同時被紀錄片 都ok的 但是你裏面 沒有感情的東西 根本是你記憶不到 作為一個電影的基本元素 好了 你有好的感情 放在電影上 但是我想跟你說 你如果一副戲 麥片不算了 你有人的話 你基本上一定 有少少不多 不少有配合的 今次就出現了我們今次的主題 為何要看音樂編呢 將來可能有其他編的 有公益微電影片 有電影片 有電影片 但是今次說的音樂 正正就要說 音樂到底在微電影裏面 帶出一個什麽作用呢 那同學經驗告訴我 音樂這套戲呢 非常之重要 甚至我涉及所有的客戶 其實他最後 他得到回來的東西 可能分分鐘就是音樂的版權 他經常都會第一句很聰明的 你這條片的音樂是否歸過 那你就可以知道 就算我們電影裏面的版權 暫時都未算是清晰的時候 音樂的版權呢 已經在音樂界來外 是非常清晰的 一會兒可能大波會跟大家說一說 音樂界的版權 一首歌 有歌手的 有唱片公司的 有填詞人的 有作曲人的 這個童先生重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 原作版權呢 還可能在50年分別 繼續收錢的 這些我們做電影的 或者做微電影的 真是望塵望求 裏面呢 我們涉及到可能很多東西的 有藝人的版權 有各方面 我覺得我們是比較 更加繁複 要向音樂學習 但首先呢 我就想說回 本身的故事的根本呢 就一定要跟愛有關 跟愛有關呢 跟音樂主要有關 我舉個例子 我想大家都試過經歷過 拍過拖子 有愛情 旅行結束婚的 你想一下 在你心目中 過去 最刻薄秉深的感情 發生了之後 亦都是 逝去那剎那 逝去那剎那 你想一下 你們會不會聽歌 一般我不用舉手了 都不會的 那首歌 一般來說 實戀啊 失戀一定會聽歌 聽完之後 我想跟你說 今天 你自己想回那個首歌 想回到實戀 當時的首歌 如果你今天再在電台 電視台上聽回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回 你record那段感情 會啊 很多人在片頭會 證明了呢 音樂是一個hook with你的感情 多於一套電影 多於劉德華 多於角腐蝕 那些都是稍算即逝的 一些actor 是的 可能你 你看到他的樣子 會想起他那套戲 但是一首歌 是會將你的生命 裡面的某一個樂曲 召喚出來的 這個就是音樂 對音樂人 對普通人的重要性 所以音樂在微電影上 我覺得非常重要 好了 現在先說 音樂和微電影之間 還有什麼好處呢 還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說 一套微電影要成功的話 一定要是touching的 一定要有感觸的 是共鳴的 其實這個根本上也是 老身神談的 是不是未演才是 當然不是 逢親片都是 逢親電影都是 你最重要是touching的 令到人 這個是bixing rule 所以這次我也都介定 因為很有幸機會 就大會讓我做平衛 所以你們的影片 如果沒有感情的話 其實呢 這個是可能會有持久的 一定要是拿出一些感覺出來 跟MV有些相似的 MV是 因為 但是那個 利用音樂的幅度 有些不同 但是 跟MV有些相似的 每一首MV都是 帶動你的感情的情緒 如果帶動不到人的情緒的話 就證明你一定是有些問題的 這一把呢 我是想說 微電影最終極 你要去做到什麼 你現今有這麼多熱界的朋友 這麼多廣告商 這麼多廣告公司 我們都不合同同府 你們一定出來的效果 我相信今次大會 一定要做到一些 很Quality的作品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有你們的參與 我們今次玩的 可能不一定是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讀書的成熟仔 我們希望邀請更多 專業的人 可以真真正正 利用我們今次的平台 可以做到更有Quality的事情 因為Quality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生存 代表生存 因為你的東西 如果是業界是不認可的 是未到一個水平的 基本上呢 你現身處都不好說的話 那你又怎樣可以運營你的生意呢 但是同一時間呢 如果你有質素的話 就自然呢 你自己專業 也會帶出一些更加專業的團隊 更加專業的性格 更加專業的藝術去參與 第三 我覺得呢 因為這樣的平台 導致你有market value 很肯定的 你市場有價值的話 我們為了什麼呢 其實呢 這麼多行呢 比我再投胎都未必做這行 因為這行是最窮的 老實說大家心照 最不夠 好像金融、地產賺這麼多錢的 但是我們有的是我們的骨氣 我們肯拍攝 肯帶動別人的情緒 我想說 我要得到的是別人的尊重 這個很肯定 我想製作人 音樂人都是這樣的 要別人尊重 多於要錢 可能有時候 好 professional 帶到給我們什麼呢 就是一些cost 一些成本 我們call到生意回來了 自然我們charge人 會從此性格集會 其實玩法和你一個 你變一個藝人一樣 所以我希望在座之中 有興趣參與今次的電影公司 製作公司 播公司或者導演 你們要留意一下 今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重新包裝自己 當然大會也會包裝給你們的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包裝 你們自己的方法 這個獎 可能將來得到之後 你們可以拿這個獎 去告訴別人 你們得到一個獲獲 而且是和十四的精英 一起參與的 是贏了的獲獲 還有就是 又說一些 為什麼New Media Channel 以後你們做生意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建議 肥影製作人 其實未必是很賺錢的一部份 但是如果你可以 Cost Over 一些新媒體的推廣朋友 Semi就是這方面的表演者 他做了很久的社交媒體 海港城的Karen也是 厲害 他的利用新媒體 如何去做自己的產品 自己的商場 是做得很成功的 New Media Channel 這方面絕對是我們做製作人 就很賺錢 如果你目前來說 沒有這方面的意識 或者你很少的 我只做製作人 我建議大家多些 和一些 New Media的 Marketing的公司一起合作 你給你的客戶的計劃 是有些方便的人 告訴別人 你可以在什麼途徑發展的話 我覺得 是對你在製作方面 更加會有幫助 我之前在傳媒透視那本雜誌 這個是香港電台日本官方雜誌 10月份 我界定了微電影和MV和TVC 有什麼分別的 我有個表 這個表裡面界定了 因為大家都很模糊 我每次見真人 人家都問我什麼叫微電影 我都花了很多心機 所以這次我已經知道 沒有再解剖微電影是什麼 反而 我在這個表裡 如果大家看得到 我介定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的表 你可以在網上找回 就是介定微電影 短片 廣告 MV和大電影的分別 我現在特地把MV和微電影 抽出來和大家說一說 微電影 其實音樂是它的輔助發展的元素 所以情節 我告訴大家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拿到一個感情 感覺 你自己看 自己的拍攝 很少會感動的 就是你看完之後 看Final Editing 你可能未必會感動 但是如果你覺得 咦我看完之後 每次都眼濕濕到 那這套片 可能就會成功了 因為你看到有一點感動 你每天都在這裏對著那個片 又拿鏡頭 又拍攝 自拍攝都滾滾滾滾滾 你都令到那條片 令到自己感動 我覺得不錯 第二呢 你在過程當中 多點問 和你拍攝的團隊 是的 我拍攝的團隊 現在都很在這裏 很好的 今天都來補個場 那 你問他們行不行 或者他們問我 你行不行啊 先再給客人看 是吧 先再拿出來交貨 故事是重要的 音樂是 雖然是附帶 不是不重要的 相反呢 MV 人家說 就像MV 吳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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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見大哥也沒到 說了七零不到 我們再講多一句 他經常說 哎呀 你經常拍攝的東西 我每次都做過這些事情 那 他真的的 他這樣說 我都說 其實是的 這次你參與這個 亦都沒有 規劃你們的 拍片場的 好像都是五六分鐘 六七分鐘 一會兒可能大會 那個說明會更清楚 但是和MV 真的有不同的 MV必須要把整首歌 全部派下去 因為他主要會 扮演什麼 扮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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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和藝術 但我這套呢 其實藝術是賦的 當然他賦予我們 有些藝術去幫忙 肯定是令我們亮麗一些的 肯定是 很感謝他們 但是這個時間要了解 就是說 你光有藝術 因為有很多MV拍攝 大家都知道的 是一些叫做 淪淪流水 拍片之後無意識流 可能是一個感覺來的 我們現在不是拍MV 我們是拍美景 拍美景 我麻煩大家 多些故事進去 打開個人的故事 第二 我講回 廣告植入 今次是不適合的 大家不要放廣告進去 因為我都問過大會 大會說 因為是政府資助的 你們盡量不要太合理 但是實在 如果你真的運行 基本的演講的話 自己的演講 當然有客人 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有些人說 沒有客人我都可以拍的 我自己讀 貪得意 OK 貪得意都可以的 但是貪得意的過程 你都會有一件事是為的 其實我告訴你 所有年輕人 所有學生 貪得意的話 其實都為甚麼 為自己學 你看到網上有很多片 他們希望大家見極量多 其實他們當作自己產品 銷售 希望將來有人幫忙 當作導演 是吧 他們將自己當作一個 廣告產品 銷售 所以我不認同 被電影系統 廣告 廣告 廣告不一定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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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會發覺都是少數的 少數是在於 MV的版權 已經基本上 是比較複雜 加上MV 其實是銷售artists 和銷售這首歌 其實呢 門價會比較高 相對 當然很多大的公司 都願意 贊助MV 可能就 譬如好像百號會 我們贊助人 就出了幾套MV 包括光力生 那些 那你會見到 其實呢 那個就變成了 廣告了 其實MV 如果太大的贊助力 就相對於 變成廣告的 去出兩個版本 可能 在KTV的版本 就是普通公司 去到 樂自公司 就比較公司 那我公公問呢 可以拿一個 sample 給大家 看看 這個是剛剛最近 我和Pathar 一起在成功拍的 美典拍 那這條微電器 總共呢 就有七分鐘的 那但是呢 我現在 給大家看的 我收一個一分鐘版本 這就是客戶的 提供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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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客户要出街之后 在第二次到逐行归上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秀上建造最完美的建筑 既然找我来了 我就是责任把它做成最完美的建筑 究竟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 十几岁开始 我就到了国外学习大提琴 完美的演奏 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地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 很少人愿意了解 我心中追求的完美 我觉得提琴的音色 也可以很完美地 表现这首曲 我不接受你的理由 世界上真有完美吗 我知道 但是我坚信 只要用一些句发现 只有我会接近完美 只要我会接受我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着一分钟 有个七分钟八分钟发现我们还在做后期 但是你会看到其实音乐是很重要的 它提升了整个感觉 第二有了故事性 所以常常人说 你广告和微电影的关系 就是有这么大的分别 跟着我刚才说 这个不是MV MV那个就是 一去就离一首歌 一完整首歌刚刚完 中间多少 最多插几个对白 我可能都会为这条片做MV 所以大家看后我做presentation 可能就更加知道三个人的分别 有没有一些样板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比较出名的 就是老男孩 四十分钟夹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很合格 变成微电影 但是都是比较早一点 在10年 已经开始 在看下 开始有微电影这个概念 都是来自老男孩 他最后在大家的回忆当中 是不是他的电影 其实不是的 可能很多人都没看过他的电影 但是听他的首歌 就听了以后 亦都变成 国内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他真是KTV 都是一首必唱的歌 都是必唱的歌 那台湾呢 一向artist是很好 就是他们很懂包装的 所以有一部的叫做 再一次心跳 大家可以抄下它 回去再看看 就是小猪 两个美男女拍的 但是呢 他有埋筆 我自己就发觉 他的电影 就没有一个主船 这件事 导致到 我想我想 大家举一举手都知道 你们看再一次心跳 应该没看过 可能你是香港人 没留意 但是也是因为 这个原因 我觉得跟音乐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次记得 你们有机会 是有首很美的歌 有个美好感觉 跟你一起拍 也有少少知能玩 拍好它 可事无不已 最后 我再解释多一次 因为吴大哥 如果在这里就最好了 我这个回答他 就是说 microfilm和MV的分别 Storytelling一样 但比例是不同的 一个full music version 一个soft music version 但是呢 做不明显 最好有modern placement 所以这两个chart是 无论比例 无论元素 都是不同的 而sales的target microfilm 是multi target 这个歌 是single 和song 应该是sale 这个 好 最后 最后呢 就是 关于future trend 我们看未电影的 未来的路向 我会有几个点 想给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 quality和professional 是很重要的 今次这个活动 真是带到给大家 可以复后 库子休 将quality 给到jump 第二呢 Newton of commercial 就是一个新的类型 TVC 我再一次讲 因为这里太多 航空公司 我就跟你说 做微电影的人 并不是想踢广告商 或是广告人的娱乐 是希望 你们坚持 揭住你们的价钱 不要跌 而微电影呢 是继续向着你们的月牌 或者变成一种 拍 TV commercial 做新类型 钱是一定要收的 不要跌了价 不要因为我限制 年轻子女和我争 那我要降价 我希望 就是说大家 要将成本 揭得好 是吧 要被人在那里尊重 第三呢 喂 那我们经常说 微电影 微电影是什么呢 早期不是很多 互联网电影 互联片 手机的互联片 我们很强调 Internative 这些都不需要教大家 现在很多人玩了 就是拍完一段 接着问一问题 搭进去掌 看第二个 最近那个沙发 沙发公司叫支班尼 都在那里开始拍 就快要出这条微电影 都是用这种互动的游戏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第四呢 就是Internative content 就是说 是独立的内容 将会出现 我这么看 就是很多时候是客户订制的 亦都现在开始有很多有心人 是自己拿钱出来 先拍了 但是再要求人家人 直入 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第五 我觉得这个长度有机会 同样 那里要 有一个趋势